如果爱情有颜色的话 我觉得初恋应该是 白色和青色 我们的初遇就像电影一样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我彻底心动了 可他好像对我不感兴趣 还总是躲着我 还往旁边挪了挪 那时候我只能 厚着脸找他吃饭 好在他没有拒绝 我的表白非常有戏剧性 一个共同的朋友 问我们的关系 为了藏住对他的好感 我说他是我的小姨 然后他突然就很生气 这生啥气 他是我爸爸的徒弟的妹妹 按备份不应该喊小姨吗 这就好 晕了 这就好 他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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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在之后的相处过程中 我经常夹在他和他妈妈之间 因为他一生气 做事就比较极端 有一次他和他妈妈吵架 离家出走 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他就生气了 那毕竟是你妈 你不至于 这还没说完这句话呢 自己就跳车了 然后当时把我吓坏了 最后的分手是他提的 他总是觉得我很幼稚 这个回答也让我不想去追问 具体的分手理由 只是后来有过猜想 第二段感情呢 我觉得应该是灰色 就好像走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里 还没感觉看见啥呢 夸 就结束了 第一次视频通话时 他说我胖 我的妈呀 从来都没人说过我胖 我当时心里就绷不住了 我立马就下定决心 我要减肥 然后用了15天的时间 我减了20多斤 嗨 想好了没 没有 好嘞 结果谈了只有10天 就被决绝地分手了 希望未来的你可以和我一起 做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